2024国际数字媒体福州采风行近日在中国福州城市会客厅举行的启动仪式 仪式结束之后呢 采风团开始了三访七项历史文化街区的探访之旅 那里不仅是福州的历史名片 而更是中国非以文化的缩影 来自五大洲二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代表们 及中国主流媒体代表近日齐聚福州 参加2024国际数字媒体福州采风行活动 旨在深入探访并全面展示福州丰富的文旅资源 及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活力 进一步提升福州的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 本次采风行首站来到了三访七项历史文化街区 首先样入眼窗的市 实践于明代的福州著名景点之一林聪一故居 该古老的建筑精致的摆设都诉说着福州的千年故事 游客可以在此领略到福州的自然人文魅力 随后采风团成员来到了白岩圈 这是一家瘦山石文化展示 收藏及雕刻体验馆 同时也是瘦山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基地 店内成立着许多精美的瘦山石雕刻作品 其中就包括荣获大世界吉尼斯之罪 收藏的瘦山石雕刻的满汉全席 该精致且巧夺天工的艺术雕刻 令人难辨真假 极其震撼 此外 裁风团也前往茉莉花文化馆 馆内展示了茉莉花茶的制作工艺流程 有客可以通过参观制作茉莉花茶所用的相关器具 及欣赏馆内的图片 照片 深入留解茉莉花茶的历史和文化 接下来 裁风团来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博兰院 这里汇集了福州众多的非遗项目 如瘦山石雕 软木画 脱胎机器等 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和智慧 展现了福州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除此之外 裁风团还一同观赏了水泄戏台 这是福州目前唯一保留水泄戏台的古处 据介绍 水泄戏台曾一度破败不堪 但经修复后成为福州地方戏曲的演出场所 并成为人们假期的热门打卡店 最后裁风团成员来到了岩父故居 岩父是近代著名的思想家 发念家 其故居如今已成为福州的文化地标 裁风团成员感受到了岩父的爱国情怀和属出精神 对福州的历史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此次三访期限之行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息 不仅让裁风团成员对福州丰富的人文印象深刻 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了福州非裔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 这些非裔项目不仅是福州的宝贵财富 更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都新闻记者张满满温子锦中国福州采访报道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 TV X10 sekarang